电影《廉政风云烟幕》突破了3100万票房的佳积 刘青云、张家辉和林佳恩几位主角 还有一班工作人员 明天就举行庆功晚宴 听说续集《黑幕》就将会在年底头日拍摄 现在电影成绩这么好 三位拍续集的时候又会不会考虑要求加片酬呢 我不敢 我是三个里面最便宜那个 不是 应该是我最便宜的 我最便宜的 真的真的是我最便宜的 所以我一定会要求加的 另外青云主演的另一部电影《我的宠物是大象》 因为未能如期上映 最后电影公司就被追涂1,200万人民币 青云会不会担心电影最后上不了画 我相信会上画的 但这个等电影公司自己说 但实际件事是怎样我都不是很清楚 但那是一个我自己挺喜欢 挺特别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